莫斯科惨案不到24小时 普京又开始报复 大家好,我是卢中成 这几天啊,莫斯科的恐袭事件之后 全球各家媒体的焦点 可以说都聚焦在了俄罗斯的反应上 尤其是案件的个别线索 开始指向了乌克兰 而不出外界所料 在惨案发生不到24小时 普京的报复就来得很快 俄军果断对乌克兰实施了混合型空中打击 根据乌克兰空军司令尼古拉奥列修克 在社交媒体上的消息来看 24号凌晨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混合型空袭 使用了大量的无人机和导弹 但是没有说具体的打击数据 只说乌克兰拦截了俄军18枚巡航导弹 和25架无人机 直观来说 这次对乌克兰的打击 蕴含的东西很多 并不单纯的是基于复仇和报复 从外部环境来说 两年的对乌克兰战争 其实的的确确消耗了俄罗斯太多的心情 原本以为是一场速战速决的特别军事行动 结果发展成了现在这个持久战 而现在俄罗斯直接进行报复 你可以说它是基于这次的莫斯科恐袭 直接刺激了克里姆林宫的神经 也可以说普京是需要一个重大事件 要寻找一个新的突破口 一举动员整个俄罗斯 诚然过去的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 是取得了一些胜利 但这些胜利耗费了太长时间 也耗费了太多的精力 而如今普京需要一个能凝聚人心 凝聚战斗类的一连串胜利 这次的混合空袭明显可能只是开始 俄罗斯未来对乌克兰的攻势 那是可以预期的 值得注意的是 对于这次恐袭 当普京将矛头对准乌克兰的时候 子莲斯基第一时间就出来解释 说自己没有参与 但问题是子莲斯基觉得他自己无辜 可真正的问题出在这里吗 早在两年前欧冲突刚爆发的时候 网上就有很多消息指向了乌克兰内部大量的纳粹分子 我们就假设子莲斯基真的没有参与 但是他底下扬起来的一群反额的纳粹分子 不是做不出这种事情来的 除了事还不是要扣在乌克兰的头上吗 从大国战略的角度来说 这件事情是一次非常恶劣的行为 它导致的不光是普通民众的死亡 更多的是预示着一种不受控制的 不是基本规则的恐怖袭击风险 今天某个国家干出了这种事情 如果普京不来一次更狠的报复 甚至是动用核武器 那以后就会有更多的势力来模仿这类的事情 这是冲突导致的不确定性的外溢 更是国际规则的完全崩溃 你要说是三战的导火索都是有可能的 但在我们中国的角度来说 这次的恐袭 俄罗斯也是用血淋淋的案例 给我们中国敲响了警钟 国家安全是一个系统性的东西 只要有短板有死角 就一定会被有心人给利用的 几个月前 一些掌握着舆论力量的个人和组织 曾在社交媒体上煽动情绪 鼓动听众去攻击和影响我国 在一些公众场所的安保措施和检查力度 那些人是什么心态 什么动机 我们必须要查清楚 更是未来值得警惕的 好我们本期就聊到这里 感谢各位收看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